接著我要介紹一下發音圖卡是怎樣運用的 發音圖卡大致上就是這盒 這盒圖卡包括廣東話的發音 首先要了解同學需要在哪個發音練習 接著就借回雙簾的圖卡去做一些訓練 我們可以看看這裏的例子 每一疊圖卡裏面會有兩種詞語 單字和雙字 雙字可能會有其中一個目標的詞語 譬如我們這裏是S音的發音 這裏是G史的士字 就是同學需要留意的字眼 除了一些發音圖卡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發音提示 我們就找回雙簾的提示 去提示同學 譬如S音 那他的牙齒、舌、舌、出氣那裏 是應該留意些什麽呢 就會在這裏寫下 當家長幫同學訓練的時候 就多點去講這些提示 去提同學 同學首先就是由單字開始去訓練 如果家長覺得同學單字都掌握得到的話 就可以講這個詞語了 當同學詞語是講得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圖卡 就請同學仔用口語作一些句子出來 當同學仔作句子都可以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用多一點圖卡 就請同學仔用過三張或四張圖卡 去做一個更加長的句子 我們的目標就是想同學仔 將學到的詞語或者學到的發音 就混融在日常生活當中了 那我們練習發音的圖卡就介紹到這裏 是一張圖卡